接下來跟各位講一些小東西 就是電器的使用 我們說過電壓是一個推動的力量 所以一個電器的使用要接在一個正確的電壓上 它才會推動一個正確的電流 然後讓這個機器可以正常的運作 如果你的推動力太大 電流太大 那麼它的功率就太大 它就會燒掉 如果你推動力不夠 它的推的力量不夠 它就不會動 所以你要正常的使用一個東西 就要給它一個它應該當初配好的 要使用的電壓 它有一個電壓在這邊 要給它正常的電壓 那每個國家發電廠發出來的電壓 核定的電壓是不一樣的 是不相同的 所以你要特別注意 這個在現在比較沒有關係了 你現在我們買了很多的電器 它都是放來很大 100伏特到200伏特通通都可以用 或者是每個變壓器都可以用 除了那個插頭的形狀低對之外 其他應該都還可以用 可是在以前並不是這樣子的時候 就要小心 你可能像有人買東西買回來 放上去不會動 因為它要電壓是220伏特 你家只有110伏特 或者是在台灣的東西 然後別挑去 插上去跟跑量 砰 燒掉 因為它的電壓太大 每個國家的電壓都不一樣 那有一些是可以選 像這個照片上 他們可以到底選擇 你要110還是220 你是可以選擇的 剛剛講過了 現在尤其是你們有那塊黑黑的 整流變壓器那個東西呢 通常它都可以使用的變壓爆料很大 不過簡單來說就是 你在使用電器的時候 你要知道這個電器 它所要用的電壓多大多少 這些事情 我們後面還會再交一次 我們的標示 再交一次標示 然後呢 所以現在很多東西可以廣辦使用 比較沒有問題 這是一些地方的電壓 所以像香港220 台灣是110 所以你的燈泡拿到香港去 一插上去跑量 然後碰就燒掉了 因為它的電壓太大 優力太大 好 或者是到過來它會推不動 沒有聲音不會轉什麼之類的 又是剛剛講過的標示 標示 好 AC表示它要用的叫做交流電 要110V 因為交流電有變化 變化是60Hz 然後如果你這樣的正常下去的話 它就會有一千瓦的功率 一千瓦功率 就是它的標示 電器上都要有這種標示 所以你要看清楚你的電器的標示 知道它要使用的電壓是多少 要給它一個按鈕用的電壓 就這樣標示起來 然後根據這個標示 我就問一些問題 你就必須要問這件事情 第一 你要知道什麼正常使用 它要接到多少的電壓上 第二 你要知道它的內電阻 因為它有個電阻 所以通過這樣的電流 有這樣的電壓 通過這樣的電流 就有這樣的功率 那你要算出來電流多少 第三 你要算出來正常使用和電流多少 那既然我寫的叫做正常使用 就表示有人可能怎樣 不正常使用 我標110 結果你是接220 那有人會問你說 那我如果接220 功率是多少 或者是電流是多少 正常使用電流是多少 第三個來 第四個還沒有交 馬上就要交到 用一個小時用幾度電 一看標示 一看就知道用幾度電 你後面交度你就知道了 一看就知道用到幾度電 就我們後面在這裡說 OK 好來 我們說要一看就知道正常使用 110伏特 100伏特 200伏特 一看就知道正常使用 要刷內電子 請問你 你怎麼刷內電子 你有電壓嘛 正常使用的電壓嘛 你有它出來的功率嘛 它不這樣是有功率嘛 那請問你 什麼公式可以求電鎖 哪一個 你背過R分之 B平方 再來它的 算是它所謂的電鎖 OK 那剛才講說 要正常使用的電流對不對 好 你有電壓嘛 它告訴你電壓多少嘛 你有功率嘛 你知道正常使用功率多少 那什麼公式可以求電流 R平方 錯 沒有R 沒有R需要R 我這裡沒有R 當然體力裡面就算是R啦 所以說我現在沒有R 我現在是有的是V跟P I I 告訴你說怎麼算 到底怎麼算 又要算出來 OK 你問你叫算算 那萬一不正常使用呢 那我們國中的題目都是假設電鎖不變 你正常要接110 電鎖假如是20歐姆 你接到220它還多少 還是20歐姆 電鎖不會變 然後再重新代公式去算 電流應該多少 或者是功率應該多大 OK 好就是你要會的事情 看標示你要會這些事情 要知道怎麼算 我們教過了 家庭、戀、青、班都怎麼練 病臉 病臉很好 為什麼要病臉 對…你們的參考書都告訴你 這樣子才不會一個壞掉 其他都會壞掉 才不會一個壞掉其他都不能用 對不對 好燈泡壞掉了 平常也不能動了 可行機也不能電視機也沒有了 因為要病臉 這是一般常常都告訴你 這是錯的 不是為了這個原因 不是為了… 這個是事實 因為病臉所以不會一個壞掉 其他通通都壞掉 這是事實 但是我不是為了這個原因要病臉 是為了什麼原因 我跟你講過了 電器的使用 有它必須要有的電壓對不對 所以你必須要確定 發電廠發到我們家 電壓是110伏特 核定電壓110 我們的電器的設計就是用110伏特的設計的 你必須要確定 插頭插上去 一定多少 一定110 那你要怎樣做 才能保證電壓都一樣 病臉 只有病臉才能確定電壓通通都一樣 所以你家裡要病臉的真的原因是為什麼 我要確定我會使用到正確的電壓 不然你越接越多電壓就越來越小了 所以必須要病臉 這才是真正要病臉的原因 確保每個電器都接到合適的電壓 合適的電壓 就是為什麼家庭電器要病臉的原因在這裡 OK嗎 OK